卢南风是村里最聪明的童生 十三岁就考上了秀才 可此后 他每每相识都会落榜 一直到二十二岁都没能中举 第一次相识 他的干粮被雨水打湿 吃了口旁人施舍的馒头 考试时呕吐不止 被人抬了出去 第二次相识 他临考前被人偷换了笔墨 诗卷刚写了一半 便不能再用 第三次相识 他路上被土匪打劫 身上的干粮和几串铜钱全被抢走 落魄地赶到考场时已经来不及了 村里人都笑话他福气用尽了 可没过多久他就从外面捡回来一个姑娘 那姑娘十七八岁 白嫩水灵眉清目秀 娇滴滴地叫他相公 我从昏迷中醒来 第一眼看见的人就是卢南风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布衫 正揣着手站在炕边瞅我 见我醒来 他眼角眉梢都染上了笑意 连忙朝外面喊 娘 姑娘醒了 很快屋里走进来一个大娘 湿答答地手在围兜上擦了擦 叹息道 姑娘 你昏睡两天了 可担心死我了 听人说 卢南风是在山下的溪水里捡到我的 那时我半个身子都泡在水里 远远看着像一个浮尸 他撞着胆子下水把我捞了上来 一探还有鼻息 就欢喜地把我背回了家 郎中说我身上有很多淤青 还有荆棘擦伤的痕迹 应该是坠了牙 被牙边的藤蔓缠住了 然后顺着溪水流到了山下 总的一句话 那就是我命大 卢大娘热心地问我叫什么名字 来自哪里 若是还有亲人 卢南风可以送我回家 我沉默了很久 轻轻摇了摇头 家里遭了土匪 爹和娘都没了 我侥幸跑了出来 现在身无分文 我低下头 默默流泪 卢大娘心疼不已 拉着我的手 让我安心住下 还说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 对了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林少 我抹了抹泪 扯出一抹笑容 大娘 您叫我韶儿就是了 卢秀才捡了个姑娘的事 很快在村里传开了 有人好奇地来家里瞅我 为了不显突兀 还捎带了鸡蛋 这一瞅不要紧 之后又接二连三 来了不少人 差点把门槛给踩破了 哎哟 这么水灵的姑娘 看着倒像是城里人 姑娘叫什么名字 今年多大了 有没有生辰八字 卢审 你也知道 我家有个儿子 今年就满十八了 她还缺个媳妇 卢大娘听得直翻白眼 找借口把人都请走了 人一走 屋里顿时就安静了 韶儿 你别生气 村里妇人都这样 没什么坏心就是了 没事的大娘 我都懂这时卢南风拎着一包药回了家 看见突然多出的几筐鸡蛋和糖膏 有些发猛 娘 还没过年 怎么就有人送礼了 卢大娘扑哧一笑 还不是你捡回来的姑娘好 让人给惦记上了 卢南风愣了愣 看了我一眼 到底也没说什么 我看见她腰上挂着的小瓷瓶 忍不住问 卢大哥 这是什么 她将小瓷瓶摘下放在我手上 浅浅一笑 这是消除疤痕的药膏 郎中说很管用的 每天早晚各涂一次 用完了我再去买新的 我妈撒了一下药瓶 皱起了眉 这药膏不便宜吧 便宜的一贯钱而已 我不信 真的 我伸手进她怀里 想去摸她身上的钱袋 她慌乱地按住了我的手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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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心跳得很快 胸膛 也变得滚烫 我姗姗地缩回了手 她红着脸说 林姑娘 我先去给你熬药 说完她扭头就跑 左脚半右脚 差点摔倒 我看着她仓皇的样子 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一回头 卢大娘正眉眼弯弯地打量折我 我仿佛被猜透了心事般 局促地低下了头 我伤刚好的时候 想要下地帮忙干活 卢大娘拦住了我 让我再好好休养一阵子 别落下什么病根 那时我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看卢南风读书 九月将至 太阳火辣辣的 她住的小屋朝阳 白天热地坐不住 我和卢大娘住的大屋 就成了她看书的场所 土炕很大 我抱着膝盖靠在北边 她拿着几本书坐在南边 谁也不影响谁 可说是不影响 她还是受到了影响 林姑娘 你能不能 她抿着嘴 耳根子红红的 能不能别老盯着我看 我双手脱腮 歪着头问 你不看我 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她不说话了 书和脸离得越来越近 然后严严实实地捂住 她越是害羞 我越是想逗弄她 这时王家的二小子王二牛跑了过来 扯着嗓子喊 卢秀才 隔壁村的段秀才烤上了 听说还是亚园 她娘让人放鞭炮 都放到咱们村口来了 卢南风江书放下 白净的脸上还染着红韵 听到这话淡淡一笑 既如此 那真是太好了 等会儿我也去恭贺一声 你考了三次都没中 她考两次就中了 你心里就不嫉妒 是我努力不够 怎能嫉妒他人成绩 若真如此 可就网读圣贤书了 可他们明显是来显摆的 人之常情罢了 王二牛气不过 扭头就走了 这时我在看卢南风 发现他神色不变 眼底却有淡淡的失落 我悄陌生地从炕上爬了过去 问 卢大哥 你可有不甘 他看我突然出现在跟前 目光有些躲闪 林姑娘 都说了叫我韶尔 韶尔姑娘 叫韶尔 她泄了气 韶尔 有些是自有定数 并非人力所能及 尽人是听天命 再多的我也掌控不了 古人有云 你别云了 我翻身下炕 拉着他的袖子往外拽 走 咱们看看热闹去 段家村出亚园了 真是可喜可贺 考了两次就中举 那真是天命所归呀 话说咱们村的卢秀才都考三次了 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可别提了 他刚出镇上 就让土匪给劫了 都没能赶上考试 他第一次被人抬出来 第二次被人偷了笔 第三次索性没进考场 运气可太差了 谁说不是呢 他十三岁就考上了秀才 还以为能有大出息 谁知道年纪轻轻 福气就用尽了 我和卢南风走到村口 不远处地鞭炮琵琶作响 震得我耳朵疼 段家人正在给村里人发唐 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有人看见了卢南风 阴阳怪气地在旁边嘀咕 无非说他不如段秀才 没能给卢家村争脸 卢南风假装没听见 还笑着与跑来的孩童玩闹 等到段家人过来发唐的时候 他拱手和段秀才恭贺了几句 还将一块珍藏很久的燕台当作贺礼送给了他 南风 这可使不得段清远连忙白首 清远 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往后我还要多向你讨教 那我就收下了 多谢两人谈话间 有人在旁边启哄 卢秀才 你也沾沾段举人的喜气 下次兴许也能考上 这可说不好 若是他福气用尽了 沾多少旁人的喜气也没用 嗨 你都二十二了 实在考不上就别考了 有读书的功夫 不如找个媳妇 卢南风听了也不生气 微微汗手 多谢大家的关心 使南风努力不够 日后必当勤勉 我皱起了眉 这傻子 好赖话听不出 脾气好的眉边 心里正气着 旁边有人看见了我 小声念叨 这姑娘就是卢秀才捡回来的吧 长得可真水灵 可不咋得 全村的小资都盯者呢 卢秀才莫不是想自己留着当媳妇吧 他倒是想 二十多了还没中举 姑娘怕是看不上他 卢南风似乎听见了 唇角的笑容淡了几分 神色黯然 我沉沉地吐出一口气 一把抱住了卢南风的胳膊 扬声道 卢郎 他们说得对 你是该娶妻了 文言旁人纷纷看向了我 我靠在他身上 柔柔一笑 人家都说愿意嫁给你了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读书比人家还重要不成 卢南风正正地看着我 嘴皮子颤了颤 半天没说出话来 场间突然一片安静 段清远这才注意到了我 打量了一番 不由得一愣 南风 这位姑娘是 卢南风没回话 旁边有人起哄 这是卢秀才上个月从外面捡回来的姑娘 段清远嗡了一声 难难道 原来福气都用在这儿了 我愿意嫁给卢南风的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 卢大娘高兴得何不拢嘴 可卢南风本人却没有发表意见 吃过晚饭 我帮卢大娘洗了碗 然后像往常一样坐在院子里看星星 卢南风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挑灯夜读 而是搬着板凳出来找我 他坐在我旁边 良久才说 韶尔姑娘 叫韶尔 韶尔 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才那么说的 可终身大事不是儿戏 不该随随便便就定下 我若趁机占你便宜 也就网独了 网独了那么多年圣贤书 知道了 我耳朵都要起茧了 这个傻秀才 真是读书读傻了 我叹了口气 扭头看着他 你就过我 照顾过我 还舍得花五两银子给我买药膏 我找不出什么理由不喜欢你 明明是个文弱书生 却有胆子捞水里的浮尸 明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却能背着我走十几里地 明明没什么积蓄 却愿意花五两银子给我买药膏 只因我说了一句 这些伤疤怕是好不了了 我们相处不过一个多月 可他的好我都看在眼里 也将他对我的喜欢都看在了眼里 听了我的话 卢南风愣着了好一阵子 耳根一点点变红 像个熟透的瞎子 少儿 你喜欢我 嗯 真的吗 还能有假 他双眼放空 好像是呆住了 这时 卢大娘风风火火地走了出来 手中的抹布直接扔在了他头上 傻儿子 媳妇都送上门了 你还往外推呀 卢南风将抹布拿了下来 飘忽的眼神忽然定住了 凝视着我说 少儿 那我就当真了 我抿着嘴 轻轻点了点头 他笑了起来 露出了一口白牙 眼睛变得很亮很亮 好像藏了星星似的 卢大娘一拍腿 那还等什么 找个良辰吉日 赶紧把喜事给办了吧 卢家有三亩汉田 和良母水田 靠着一头牛和两个雇来的后生 在村里算是富裕人家 卢南风十三岁就中了秀才 家里田地不用上交赴税 更是省去了一大笔开销 母子俩的日子倒也安生 喜宴当天 卢大娘从镇上请来了两个厨子 硬是在院子里摆了十几桌 卢家村的人几乎都来了 隔壁几个村也来了不少凑热闹的 听说新娘子是外面捡回来的 长得漂亮不说还会读书写字 原本还有人不信 可亲眼看过之后都羡慕得不行 从此再也没有人说卢秀才的福气用尽了 能捡回这么水灵的媳妇 哪里是没福气的人 新婚夜 卢大娘早早把南风赶回了屋 我们并肩坐在炕上 身后的墙上贴着喜字 是我用红纸一点点捡出来的 气氛有些安静 我忍不住侧头去看她 烛光摇曳 倒映在她俊朗的脸上 多了几分不真实 兴许是喝了酒的缘故 她眼神有些迷离 不似平日那般清明 我抿了抿嘴 小声说 相公 时候不早了 我们歇息吧 她耳根红红地 浅浅地应了一声 就去解身上的衣服 我背对着她 脱了衣服 就钻进了被窝 她很快也钻了进来 滑溜得像条鱼似的 卢南风没碰过女人 新婚之夜是第一次 难免有些潦草 我侧身看着她 捋了捋她 浸着汗的头发 轻声说 相公 没事 我们明天在 不等我说完 她翻身压了上来 平日里温温柔柔的桃花眼 此刻充满了坚韧 我不能让娘子受委屈 那一夜她折腾了半宿 后来她好像开了窍似的 每到天黑都早早吹了蜡烛 不再像从前似的挑灯夜赌 不过她打小就聪明 白天静下心来读书 功课倒是不曾落下 成亲之后 我想着帮婆母去地里干活 可是她不让 于是我就在家陪着南风读书 偶尔写写字 刺刺绣 日子过得倒也清闲 有一次 同村的王娘子看上了我给南风绣的荷包 夸赞我手艺好 还说我可以多绣几个 然后托人拿到镇上卖 我硬下了 时不时做出一些绣品 果真能卖出好价钱 夜里 南风拿走了我手里的刺绣 直接吹了蜡烛 娘子 这些不着急 慢慢做救事了 小心坏了眼睛 她把我拉进了被窝 在我眼皮上亲了亲 我躺在她怀里 良久才说 相公 还有两年就相识了 她似乎猜到我想说什么 浅浅一笑 这次要是还考不上 往后我就不参加了 去镇上当个教书先生也是好的 相公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 你才学出众 远比那段清远强 若不是你几次三番被人算计 也不会刺刺落榜 我只是想让你下次小心些罢了 她沉默了好一阵 轻叹一声 娘子 这都是命 有时候 不得不认 古人有云 相公 别匀了 她扑痴一笑 捧起我的脸吻了上来 好 不匀了 我们干点别的春去秋来 转眼过了两年 八月将至 乡事也要开始了 我坐在炕上绣鞋垫 绣完了一只拿给南风看 相公 你看看大小和不合适 南风放下书 脚掌贴在鞋面上 笑道 合适的 我拿起了另一只 过两日就能做好了 等你出发那天 我给你垫鞋里 长途跋涉的 总要有双舒服的鞋垫才行 她叹息一声 将我搂进怀里 娘子放心 这次我一定 门口喳喳呼呼的争吵声 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听见了婆母的声音 连忙放下鞋垫下了炕 南风也跟着我一起出去了 你胡说什么 有本事再说一遍 我说得没错呀 你儿媳妇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你放屉 那只是机缘未到 机缘到了总会有的 三年无所出 还什么机缘不机缘的 说出来你自己信吗 婆母气得脖子都红了 指着她喊 当初你儿子成天蹲门口 眼巴巴地瞅着我家儿媳妇 我儿媳妇没跟她好 你倒是记恨上了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 不就是嫉妒我儿媳妇长得漂亮 你家儿子娶了个大母猪吗 刘沈也急了 母猪怎么了 母猪也生两儿子了 生生生生 生十个才好 我借你急言 刘沈气急败坏地就要走 却看见了我和南风 她停住了脚步 阴阳怪气地说 卢秀才 这马上又要相试了 这回可别掉土匪窝里了 不然举人没考上 孩子也没有 你娘可活不下去了 婆母拿者扫把开始赶人 我呸 我活得比你久 死去吧你 轰走了刘沈 婆母走到我跟前 拉住了我的手 韶尔 别听他们瞎说 这不是你的错 她刚才跟人吵得脸红脖子粗 这会儿看我的眼神 却全是怜惜 我眼眶发酸 默不作声地低着头 南风揽住了我 柔柔地说 娘子 生孩子需要机缘 机缘乃是时机与缘分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古人有云 哎呀 你别云了 绿豆粥熬好了 在厨房晾了好一阵 快去端出来 她走后 婆母叹息一声 理了离我耳边的碎法 韶尔 你这么好的姑娘 别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村里人嘴碎 都是极度南风才那么说的 你别当真 可是娘 万一我以后怀不上也没事 有什么大不了的 天底下没孩子的人多了 我垂着头 心中一阵酸涩 今年不太平 夏之后阴雨连绵 一下就是几天几夜 有些地方还闹了灾 我担心乡市前下雨 路不好走 谁知怕什么就来什么 南风赶考那日还是下了雨 村里的路被雨水灌得泥泞无比 走错一步 恨不能小腿都要陷进去 我怕干粮受潮 用油纸前前后后包了好几层 还将铜钱缝进了他的内衬里 生怕被人抢了去 相公 路上别吃旁人给的东西 也别把笔墨纸燕拿出来 包袱时刻带在身上 别让有心人偷了去 村口来了许多人 有的是来送行 有的是来看热闹 我顾不上旁人 拉着南风一字一句地叮嘱 南风耐心地听我说完 笑着点头 好 这次我一定小心 雨水落在油纸伞上 滑落时如猪帘垂下 耳边犀利作响 呼吸间全是青草和泥土的气息 我看着南风的笑脸 心中不知为何有些感伤 相公 结果如何都不重要 我只要你平安回来 南风有所触动 低头在我唇上吻了吻 娘子放心 我烤完马上回来 我鼻头一酸 扁起脚尖又稳住了她 旁边的村民看见 免不了一阵唏嘘 哎呦 是风日下呦 可不咋的 姑娘家家的不知羞 光天化日亲男人 婆母可不惯着他们 吵嚷着 就要亲 就是亲不够 关你们什么事 没事赶紧回家去 送走南风后 我心里总是不安 心里头揣着事 连这几晚都没睡好 半个月后的一天 我醒来时外面灰蒙蒙的一片 看样子是要下大雨 我想去村口看看 没准能等到南风 可不等我出门 一个噩耗传来 县里来人说南风出事了 回来的时候 周里遭遇洪水 她为了救人 自己掉进了山澳里 当时就被洪水冲走了 官府派人找了 可现在人还下落不明 听到这个消息 我如遭雷轰 婆母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喊起来 南风啊 我的儿啊 我正正地站在原地 耳边只有嗡鸣声 眼前一阵发黑 回过神后 我发疯一样往外冲 却被县衙派来的小厮拦住了 林娘子你别冲动 就算你出去也找不到卢秀才啊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必须找到他 可你要去哪里找啊 我挣扎者 却觉得胃里一阵翻腾 弯下腰干呕了起来 小厮被我吓住了 林娘子 你这是怎么了 婆母一边哭一边来扶我 看到我的反应先是一愣 然后抽掖着问 韶儿啊 你莫不是有了身子吧 我也愣了 小厮是个热心人 连忙说 别急别急 我去叫郎中 郎中说我有了身孕 快一个月了 本该是件高兴的事 可现在谁也笑不出来 我胸口堵得慌 什么都吃不下 婆母熬了粥 一口一口地喂给我 韶儿 你现在有了身子 可不能亏待了自己 再难受也要吃 就当是为了南风 说着说着 她气不成声 南风还不知道自己有了娃 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要做父亲了 不 她不会死的 我咬着牙 忍着眉哭 娘 她一定还活着婆母抹了抹泪 我也希望她还活着 可是那洪水凶猛 她水性又不好 现在不知被冲到了何处 我心口酸胀地厉害 好像随时都要昏过去 缓了粮酒 我才说 娘 南风要是真的没了 我也不会再嫁 我会照顾你 照顾我们的姨父子 以后这个家我来撑 婆母颤抖着握住我的手 韶儿啊 苦了你了 我闭上眼睛 将泪水锁住 我不能哭 现在哭还太早了 一日不见她的尸身 我就一日不相信她会死 我的南风不会死的 一连过了五日 还是没有南风的消息 许事我太伤心了 反应也变得剧烈 每天吃了吐 吐了吃 人都瘦了一圈 婆母急得团团转 郎中都请回来好几回 到了第七日 段清远突然来访 她上次会是落榜 索性脱关系做了直线 来的时候还穿着官服 林娘子 还请节哀 她猝着眉 满眼都是惆怅 我偏过头去 相公没死 何来节哀 我托人去州里打听了 这么长时间 南风还没有音讯 只怕已经 断支线 我再说一次 相公没有死 林娘子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可有些事 并非你不想承认 就能当作没发生 我和南风认识这么久 她出事 我也很难过 我心里厌烦 下了逐客令 断支线 多谢你的好意 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 你请回吧 她蒙色一沉 似乎还想再说什么 这时 婆母走了进来 将刚熬好的汤药端给了我 还放下了一碟蜜饯 韶儿 这安胎药有些苦 你喝完吃点酸枣 我点头 接了过来 段清远愣住了 安胎药 婆母叹了口气 韶儿怀孕了 正是辛苦的时候 支线若没别的事 就早早回去吧 段清远看向了我 眼神晦暗不明 我垂眸避开了 既如此 我就不打扰了 说完她转身离开了 婆母将门关好 无奈地一拍大腿 韶儿啊 那段支线对你只怕是 哎 南风待她如兄弟 她却转头就来惦记你 真真是气死个人 我不予 将汤药一口喝下 半个月过去了 南风还是音讯全无 村里人时常七嘴八舌地议论 卢秀才真是可惜了 果真是福气用尽了 可不是吗 当初看她捡了个漂亮媳妇 还以为福气在后头 谁知道刚成亲三年 人就没了 要我说她就不该去考试 每次考试都会出事 这次连命都搭上了 所以说人不能太贪心 本身家里条件就不错 还有了漂亮媳妇 就不该再去跟人抢功名 听说她家小娘子怀孕了 成亲三年好不容易怀上 却成了一父子 真真是可怜 一天下午 有人往家里送来了一口棺材 我拦着人不让进屋 南风的尸身还没找到 你们凭什么说她死了 我是她娘子 我说她没死 她就是没死 今天谁敢把这棺材抬进来 我就跟谁拼命 几个小丝拗不过我 只能将棺材放在了院子里 我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扶着门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 这时段清元走了进来 目光从棺材上扫过 淡淡道 是我让他们送来的 我眼皮一跳 段知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娘子 南风不可能还活着 与其这么拖着 不如早日给她立了衣冠种 让她入土为安吧 段知县 你这人好有意思 我冷笑一声 从前不见你关心南风 这会儿她人不见了 你送起棺材倒是积极 你心里打得什么算盘 她沉默了一下 朝身后的人摆了摆手 人都走后 院子里只有我们俩 她走到我跟前 平静地说 林娘子 你还年轻 不该把自己困死在这里 安葬了南风 你还有别的选择 我挑眉 别的选择 她真诚地看着我 我心愿你 若是你点头 往后就跟着我 我会好好待你 也会抚养南风的一副子 我气血上涌 呼吸粗重了几分 段知县 南风视你如兄弟 你却说出这种话 你还是人吗 她也不生气 反而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林娘子 我不嫌你嫁过人 也不嫌你有身孕 足以证明我对你的心意 我愿意许你正妻之位 你还有什么不满 听听 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我府上平坦的小妇 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为了孩子 我不能生气 她见我沉默 以为我在考虑 继续说 林娘子 我知道你怕人说闲话 所以我们可以等过一阵子在 断支线 你想多了 我打断了她 不管南风是生是死 我都是她的妻 今生今世都不会背叛她 婆母我会照顾 孩子我会抚养 我不会改嫁 更不会嫁给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段清远愣着了片刻 有些不可置信 我不想再多看她一眼 扭头就往屋里走 她上前两步拽住了我 林娘子 南风已经死了 你为何就是不信? 我用力甩开了她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没看到她的尸身前 我是不会相信的 若是她的尸身永远找不回来 你就永远当她还活着吗? 是又怎么样? 两人拉扯着 婆母突然举着铁锹冲了过来 放开我儿媳妇 婆母将我们两个分开 指着她的鼻子骂 好你个段清远 南风把你当兄弟 你却觊觎她的媳妇 你这种人也能当官 老天真是不长眼 眼看院子外来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 段清远的态度也放软了许多 卢大娘 我也是为了林娘子好 她还这么年轻 往后 往后由我照顾她 不劳断支线费心了 听到这个声音 我眼前忽然一片模糊 哎哟 这不是卢秀才吗 卢秀才大难不死 真真是个有福之人啊 院外走进来一个人 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色布衫 用油纸伞当拐杖 一瘸一拐地往我们这边走 她看上去有些狼狈 但笑容却很灿烂 娘子 我回来了 我泪如雨下 冲过去抱住了她 相公 你可算回来了 婆母扔下铁锹跑了过来 抱着我俩嚎啕大哭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你知不知道这段日子我们娘俩是怎么过的 南风眼眶发红 哽咽着不停道歉 她告诉我们 她掉进水里后抱住了一根浮墓 一直被冲到了很远的地方 才找到机会爬上去 那片地方荒芜 她的腿又受了伤 很久都没能找到关道 幸运的是 她遇见了一个农户 那人好心把她带回了家 后来她发起了高烧 昏迷了三天三夜 差点没熬过来 说起这些的时候 她显得很平静 我和婆母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本想早点回来的 可奈何路途遥远 我又找不到马车 还是一个大不好心 用牛车把我拉到了县里 我这才自己走了回来 我看着她绑着木板的腿 心里难过得厉害 相公 伤得严重吗? 她笑着摇了摇头 郎中看过了 就是小腿鼓裂了 我哭得更厉害了 骨头都裂了 你还说不严重 她连忙搂着我安慰 别担心 郎中说休养两月就能康复 不会变成瘸子的 只要你好好的 变成瘸子我也不嫌 我吸了吸鼻子 拿起她的手放在肚子上 相公 幸好你回来了 不然我们的孩子就没有爹了 孩子 她愣了愣 眼中的茫然散去 化作一大片光亮 南风回来的第二天 家里又迎来了喜训 这回她上榜了 还是在榜首 是戒缘 南风眼神恍惚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婆母回过神后直接冲了出去 扯着嗓子喊 我家南风上榜了 这次可是榜首啊 这一喊 所有人都知道南风中举了 婆母要去镇上买鞭炮和糖瓜子 也让附近几个村都知道我们家出了榜首 南风有些难为情 却也由着她去了 我坐在炕上 手里还拿着绣花针 思绪飘忽着 不小心刺破了手指 血珠子冒了出来 南风看见了 连忙用手帕把我的手指包住 娘子 疼不疼 我回过神来 摇了摇头 没事 娘子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有 我只是 我唇角动了动 扯出了一抹笑 只是喜悦冲昏了头 一时间有点走神罢了 她松了口气 轻轻揽住了我 娘子 相公在努努力 让你当上状元娘子 我故作感叹 等你考上状元 不知多少姑娘想当状元娘子 到时候 我一个乡野妇人可争不过她们 她摇头 浅浅一笑 南风此生有娘子就够了 其他女子再美再好都与我无关 况且 娘子在我心里就是最美的 天仙下凡也不为过 能娶到娘子是我三生有幸呢? 她眼眸璀璨如星 温柔而真挚 我鼻头一酸 眼泪掉了下来 娘子别哭 她心疼地给我抹泪 这时 院子里走进来一个人 隔着老远就在喊 南风兄 听说你中了戒园 真是可喜可贺呀 我一愣 顿时就皱起了眉 段清远这思怎么还敢来 南风将我安抚好 起身下了炕 她走到门口 将段清远拦在了屋外 淡淡道 段支县 那人在里面休息 你就不必进去了 有事在外面说吧 段清远善善地笑了笑 南风兄别误会 我只是来祝贺你的 对了 先前我中举时你送了我一块燕台 这次我给你带了 不必了 段支县还是自己留着吧 南风兄 你当真要与我生分了 不该吗 南风挑眉 都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我人还没死 你棺材就送上门了 还明目张胆地抢我家娘子 你觉得我还应该与你称兄道弟 段清远急忙解释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怕他们孤儿寡母 日子不好过 所以才想着帮衬一下 帮衬需要用墙的 南风的语气有些冷漠 若我这次没能回来 你是不是要把我娘子抢抢了去 段清远脸色有些难看 南风兄 你误会我了 南风摆了摆手 段支县 此事作罢 我不再深究 只是从此以后你我就形同陌路吧 说完她直接关上了屋门 相视上榜的举人 来年三月就能赶往京城参加会试 可我现在怀着身孕 南风心里放不下我 便说这次先不去了 参加三年后的那场也不迟 我觉得三年太久 容易生出变故 催促她赶紧去备考 她还是不想走 非要留下照顾我 陪我生产 于是我做了个决定 陪她一起去京城 相公 趁着现在刚过雨季 天气还不冷 我们先去京城安家 你也能安心备考 京城路途遥远 你现在有着身子 怎能跟我一起奔波 郎中说我胎像平稳 赶个路算什么 可是 相公 事不宜迟 让娘安顿一下家里的事 我们买一辆马车 尽早去京城吧 南风拗不过我 只能一言去办了 外面烈日奄奄 小风吹过也透着鼓闷热 我们一眼看着蓝天 悠悠地叹了口气 九月中旬 我们一家启程赶往京城 耗时半个月 总算顺利抵达 这些年 婆母攒了不少钱 再加上我做绣工赚来的 足够在城里买下一座小宅院 不过要想在京城安家 光靠积蓄是不行的 还得想法子赚钱 我和婆母商量了一下 决定租下街对面的一间铺子 她用祖传的手艺做条头高 我来收钱和记账 闲暇时我还能做些刺绣卖钱 南风知道了 皱着眉沉默了很久 娘子 你现在怀着孕 我不想让你操劳 这些日子你都瘦了 她叹了口气 是为夫无能 让你受苦了 我轻轻抚平了她的眉头 相公 你何曾让我受过苦 自从我嫁到这个家 你和娘对我无微不至 我明明是享清福来着 她的眼圈红了 相公 我说你能中状元 你信不信 我仰起头对她笑 娘子说的 我都信她搂住我 温热的手掌贴在我平坦的小腹上 眉眼温柔地仿佛躺着水 就算中不了状元 我也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转眼十一月了 铺子开张后 靠着婆母的手艺 生意愈发红火 林娘子 我想吃你做得条头高 对呀对呀 林娘子 哪些是你亲手做的 都别急 到后面排队去 我和林娘子说话呢 我将铜钱收进抽屉 不紧不慢地说 各位 我不会做条头高 你们若是想吃就拿了结账 若是不想吃就早早回家去吧 别影响后面的人 我语气很硬 却也没有人生气 林娘子 听说你刺绣不错 会不会绣鞋垫哪 对呀 林娘子 我想从你那里买鞋垫 林娘子绣的鞋垫肯定很舒服 我叹了口气 低头记账不理他们 这时南风走进了铺子 绕过柜台来到我身边 他目光扫过那几个人 眉眼依然温润平和 但我却看出他不高兴了 娘子 天冷了 我给你和娘买了披风 这件是你的 你看看喜不喜欢 他从布包里拿出了一件浅蓝色的披风 抖开后披在了我的肩上 披风很暖和 领口还有白花花的绒毛 贴在脖子上软软的 相公 这可不便宜 你哪来的钱 他浅浅一笑 私房钱 你哪有什么私房钱 娘子 这颜色好衬你 别耍嘴皮 这时后面有个姑娘扯着嗓子喊 前面那几个 你们到底买不买呀 不买就赶紧走 别耽误我们时间 就是啊 人家相公都来了 你们还在那倒什么乱 人家相公可是举人老爷 你仔细别得罪了去 举人老爷 几人吓了一跳 屁都不敢放一个扭头就走了 隔壁染不房的苏姑娘来了 眼睛直往南风身上瞅 捂着嘴笑 林娘子 你家相公长得可真俊 怪不得你眼里容不下旁人 我被他扫得脸红 称怪地说 那么多条头高 还堵不住你的小嘴儿 他嘻嘻笑道 对了 上次答应我的荷包秀好了吗? 快好了 明哥找我来拿 好嘞 日子久了 我和街头巷尾的几家姑娘 都处成了朋友 有了他们的捧场 我的绣品也卖得越来越好 晚上回家 屋子里已经升上了炭火 原来是小豆子那机灵鬼 怕我冷着提前准备的 他今年十二岁了 是我和南风从乞丐堆里捡来的 当时我看他瘦瘦小小 连口饭都抢不过别人 心一软 就把他给带回了家 他很聪明 学什么都很快 平时能帮婆母做不少事 空闲下来 还和南风学写字 他说 长大以后也要参加科考 要当状元 不过他要当武状元 以后去战场上杀敌 他实在可爱 总能把我和南风斗笑 南风是今年乡士的榜首 虽然平日行事低调 不曾攀附达官显贵 可耐不住别人主动与他结交 上次是知府 上上次是员外郎 这一次 内阁学士张大人居然派人请他去府里做客 南风仰慕张大人已久 能得到赏识 自然很高兴 他想带我一起去 我却摇了摇头 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说 相公 孩子闹我呢 我就不走动了 南风蹲下身 耳朵贴在我肚子上 不一会儿他笑了 还真在动呢 我抚摸着他的鬓角 看着他眼底淡淡的乌青 心里一阵酸涩 相公 这段日子 你辛苦了 没有你和娘辛苦 不 你更辛苦 我吸了吸鼻子 你白天读书 晚上趁我睡着还偷偷作画 很久没好好休息了 他愣住了 我去找过字画片的老板了 他说 你隔三差五就会去一趟 一幅画能卖一两银子 这就是你说的私房钱 我眼眶发酸 哑着嗓子说 相公 你憔悴了不少 我看着心疼 南风笑着摇头 拿起我的手贴在脸上 私房钱已经攒够了 今天骑我好好睡觉 娘子莫要心疼 你攒了多少 秘密 我破涕为笑 这时 小豆子跑了过来 南风疏 门口停了一辆马车 说是来接你的 南风又安慰了我一番 这才起身离开了 此日 天蒙蒙亮时 我就醒了 南风坐在床檐上 身上还穿着昨日出门时的衣服 正静静地看着我 我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相公 你一夜未归 他摇头 早就回来了 但是一直睡不着 我看出他情绪不好 忍不住问 怎么了 是不是张大人说什么了 张大人说 看过我的考卷 觉得我考上进士的可能性很大 这不是好事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方才说 张大人还说他女儿今年十六 尚未婚配 若我愿意娶他女儿 就保我前途无忧 我眼皮一跳 顿时困意全消 相公 那你自然是拒绝了 他所许的那些我都不在乎 他语气沉闷 就算他能让我当皇帝 我也不会娶他女儿 相公 这种话可不幸乱讲 我哭笑不得 南风用力抱住了我 温热的鼻息打在我颈窝里 暖暖痒痒的 娘子 无论仕途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你 他捧起我的脸 目光炙热且赤诚 我不娶平妻 也不会纳窃 这辈子我只要你 若是有下辈子 我还要你 我正正地看着他 鼻头有些发酸 傻子 这可是你说的 嗯 绝不反悔 许是张大人那里发了话 许多官员不再与南风打交道 南风也不在乎 依旧我行我素 为了三个月后的会事做准备 一日我让小豆子陪婆母出摊 自己则去了南街的红绣房 把最近做好的绣品交给了老板娘 这次卖了十两银子 足够给南风买下她心仪很久的厌谈 正想着 面前停下了一顶轿子 里面的人撩开帘子 油腻腻地朝我笑 林娘子 这么巧啊 我收起了笑容 淡淡道 原来是王源外 她下了叫 走到我跟前 我不着痕迹地向后退了半步 王源外清了清嗓子 林娘子啊 你家相公就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你跟着她可要受苦了 我低垂着眉眼 不想看她那副恶心的嘴脸 谁料她突然伸出手在我脸上摸了一把 我向后躲闪 恼羞地瞪着她 王源外 请你自重 她上下打量折我 扎了扎嘴 林娘子 你这般倾国倾城 做个举人娘子可惜了 你若跟了我 我保证你 我不等她说完转身就走 她却让人拦住了我 林娘子 你莫要不识抬举 我冷冷地看着她 怎么 王源外是想大庭广众之下 抢抢民女了 她扑斥一笑 你相公得罪了上头的人 恐在男友出头之日 我就算抢了你 她又能奈我何 这里是京城 天字脚下 你区区一个六品圆外 敢当街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 我真不知该说你胆大包天 还是蠢顿如猪 你这小娘体 我是看你有几分姿色 才肯给你机会 你别给脸不要脸 说吧 她朝手下使了个眼色 拦住我的两个人拽着我就要往轿子里拖 我想要大喊 却被其中一人捂住了嘴 周围有人旁观 却没有人敢阻止 我拼命挣扎 大胆 我是 这时另一顶轿子在旁边停下 一个身穿月白华服的年轻男子走了下来 王源外 你好大的胆子 他皱着眉 眼风冷丽 脸色铁青 王源外看见他后 慌忙跪了下来 是 世子爷 原来是定远侯家的世子 齐桓 身边的人不再挟持我 我正脱开 向后退了几步 腹部隐隐作痛 我闷哼一声 害怕地捂住了肚子 齐桓看见了 连忙过来扶我 姑娘 你没事吧 我拽住了她的衣襟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带 带我去找南风 卢南风 说完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郎中说 我只是受了惊吓 腹中的孩子并无大碍 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南风就红遮掩 要去找王源外 我赶忙拉住了她 让她不要在会事前让人抓到把柄 她不医 非要替我讨回个公道 我假装肚子疼 这才把她留下 娘子 怪我 她心疼地抱折我 眼眶里涌动着泪光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 隔天齐桓又来了 给我带了许多补品 还给南风带了一套上好的笔墨 后来我才知道 当初南风在洪水中救的人就是她弟弟 定远侯家的二公子 齐轩 小弟以为你死了 事后一直非常懊悔 说 如果不是她非要走那条年久失修的木桥 你也不会为了救她掉进洪水里谈及此事时 齐桓十分感慨 老天有眼 该是你摘得榜首 南风浅浅一笑 世子爷莫要这么说 我也指示 哎 不要叫什么世子爷 我年长你两岁 你叫我一生齐大哥吧 这万万使不得 使得的 南风拗不过便也同意了 对了 昨天的事我已经告诉父亲了 他会秉明圣上处置王元外 齐桓仍有些愤愤不平 居然当街抢抢民女 抢的还是戒员的妻子 真真是不可饶恕 我也没想到 天子脚下 身为官员能做出这等龌龊之事 他也是见风使舵 以为你得罪了人 这才起了贼心 他叹了口气 南风 其实张大人并非有意为难你 只是你拒绝他的事被有心人泄露了出去 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都以为你得罪了上头的人 所以才开始拉帮结派地疏远你 对此 南风只是淡淡一笑 并未有什么态度 我静静地坐在一旁 看着这二人愈发熟络 心情说不出得复杂 齐桓注意到了我 愁躇了一番 还是问道 敢问林娘子是哪里人 我心头一颤 却笑着说 既献卢家村的 也不知怎么地 觉得林娘子有些面熟 可能是巧合吧 他笑了笑 倒也没再说什么 齐桓走后 南风将我扶到了床上 娘子 你刚才为何不说实话 那句话不实 南风摸了摸我的额头 给我椰好背脚 他问你是哪里人 你说你是卢家村的 我嫁给了你 自然就是卢家村人 娘子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看出他眼中有探寻之意 微微垂眸掩饰了过去 相公 过去的事我不想提 他不语 俯身在我脸颊上吻了吻 轻声说 好 都依娘子的 我抱住他 嘴唇贴了上去 他回吻了上来 却不敢用力 娘子 郎中说你现在 想什么呢? 亲一下而已 也对也对 嘴上说者也对 可人还是钻进了被窝 初见其缓 只觉得他冷漠刻板 高高在上 然而相处下来 却觉得他待人真诚 性情热烈 他与南风一见如故 有了他的照幅 南风的处境好了很多 没有那些不相干的人打扰 南风也能专心备考了 十至三月 万物复苏 院子里的桃花树开了 我和婆母高兴了好一阵子 摘了一些酿桃花酒 剩下的 做了满满一桌子桃花酥 精致漂亮不说 味道也是极好的 婆母看外面天气好 张罗着把茶点搬到院子里 一边看桃花一边吃 端的就是一个意境 桌子是摆好了 来来往往的邻居也都看见了 非要来凑个热闹 不知不觉 人就多了起来 明日就是会事了 我担心吵着南风读书 谁知他很快就出来了 热情地与邻居们打招呼 一边吃着桃花酥 一边看着桃花树 随口念了两句诗 引得满堂喝彩 卢大娘 你家南风真有出息 这次准能重状元 可不咋的 儿子这么厉害 儿媳妇还这么漂亮 你真是有福之人 婆母被夸得心花怒放 笑得眼角皱纹 都多了两条 夜里 南风早早就吹了蜡烛 钻进被窝将我搂住 如今我有孕八个月了 肚子圆滚滚的 只能侧着睡 南风心疼我 总用身子给我当肉垫 想让我睡得舒服些 我看着她的侧脸 轻声说 相公 明日不管烤得如何 早点回来 我做你爱吃的糖醋鱼在家等你 她轻轻亲了亲我的额头 柔声道 好 次日一早 天还蒙蒙亮 已经有不少人送烤 我站在街头 看着南风远去的身影 心绪有些不宁 旁边有轿子停下 齐桓从里面走了出来 林娘子 南风已经走了 我点头 刚刚进去 她叹了口气 本想叮嘱她两句 结果来晚了 看她懊恼的样子 我有些想笑 这个骑士子还挺热心肠 肚子有些沉 我下意识扶住了腰 齐桓看见了 盲说 林娘子 你身子不便 不如坐我的轿子回去吧 我笑着摇头 宅子离着不远 走两步就到了 不必劳烦 不劳烦 反正顺路 那好吧 多谢她亲自扶我上轿 倒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回去的路上 她没有再与我说什么 不过快到家的时候 她似乎遇见了熟人 轿子停了下来 还哥哥 这轿子里坐的是谁呀 让你像个小厮似的护着 小姑娘声音清脆 听上去年岁不大 我安静地坐在轿子里 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那位姑娘就是内阁学士张大人的独女 张灵玉 小姑娘今年刚满十六 说起话来叽叽喳喳像个小麻雀 齐桓问她这么早出门做什么 她竟然说想看看卢南风何许人也 敢拒绝她父亲提出的婚事 字里行间都是对南风的好奇 我不由得皱了皱眉 还哥哥 你还没说轿子里坐的是谁呢? 没你的事 赶紧回家去吧 是不是美娇娘 让我看看 说话间 帘子被人撩开 突如其来的光亮让我眯起了眼睛 我的天 还真是金屋藏娇 张灵玉惊户 胡说什么 她是南风的妻子 齐桓皱着没训斥 南风 张灵玉有些惊讶 卢南风的妻子 我沉着气 缓缓走下了轿子 齐桓忙扶住了我 灵娘子 你身子重 小心些 我不着痕迹地缩回了手 多谢世子 张灵玉对着我上下打量 脸色越来越难看 她身边的小丫头低声说 小姐 她长得好美 我有眼睛 要你多嘴 奴婢之错 我抬眸 淡淡一笑 原来是张大人家的千金 幸会 她轻哼一声 眼神斜斜地撇过来 颇有些高傲 林娘子是吧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跟你抢相公的 就算她想攀我家这门关系 我也是看不上的 区区一个寒门出身的举人 我可不会 姑娘多虑了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 我慢悠悠地打断了她的话 她愣了愣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你在贬低我 她音调一扬 眼中滑过一丝韵色 你觉得 就算我看得上她 也抢不走她 是不是? 我没有在贬低你 但你确实抢不走 你好大的胆子 她咬牙切齿地指着我 你是对自己的美貌过于自信 还是觉得肚子里的孩子能困住她? 我为什么要困住她? 我觉得好笑 我和南风是夫妻 相互爱护 相互敬重 从不需要困住彼此 她将一颗真心都交付给了我 我自然给予她全部的信任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与姑娘没有半分关系 我也不懂姑娘到底在矫情什么 我毫不掩饰眼神中的嘲讽和轻蔑 这无疑激怒了她 你得意什么? 长得再美又如何? 还不是个乡野村妇? 够了 灵欲 你太过分了 齐桓听不下去了 脸色铁青地打断了她 我倒也不生气 拖着腰身淡淡道 世子 这一路多谢了 剩下的路我自己走就行了 林娘子 我还是不必了 说完 我不紧不慢地离开了 身后 争执声不断 还哥哥 你不会也看上那个狐狸精了吧? 住嘴 你真是愈发放肆了 还哥哥 四月初 放榜的日子到了 南风天未亮就起了 我也跟着下了床 南风看着我九个月大的运渡 皱着眉说 娘子 那边人多拥挤 你不如安心在家等我的消息吧 我摇摇头 不 我要和你一起去 她拗不过我 便拉着我出了门 榜前人山人海 大家都撑着脖子看 南风手心出了不少汗 连带者 我也紧张了起来 我中了 我中了 我又没中 又没中啊 有人高兴 有人愁 有人向公鸡打鸣 有人做了缩头乌龟 总的一句话 好不热闹 南风怕我被人碰折 扶我站在人群外 我推了推她 傻子 还不挤进去看看 她苦笑 娘子 其实我有点紧张 她总算说了实话 我扑斥一笑 踮起脚尖 在她脸上亲了亲 相公 这次不中还有下次 我和娘的生意红火 咱家有了不少积蓄 还能供你读书 再读几十年都行 这时有人激动地喊 卢南风 卢南风在哪儿 南风好像没有听见 红遮眼镜捧起我的脸 有期如此 服服何求 说完她重重地吻了下来 卢南风在那儿呢 哎哟 还在那亲媳妇呢 南风南风快别亲了 你上榜了 你可是会员 第一名啊 我红着脸捶了她一下 相公 他们说你是榜首 是会员 南风愣住了 眼中星星点点的光 汇聚成了一大片光亮 下午 婆母带着小豆子 在宅院外 放起了鞭炮 街坊四邻都来祝贺 还有不少来摊关系的 我早就说 你们家南风有出息 这回还是榜首呢 你家儿媳妇也快生了吧 要是生个大胖小子 可就是双喜临门了 婆婆笑得花枝乱颤 儿子女儿都好 我都喜欢 生个女儿像我家韶儿那么漂亮 那我可要高兴死了 到了日落黄昏 还有不少人登门拜访 里也送了不少 却都被南风婉拒了 染不防的苏姑娘也来了 直接让人往屋里抬了七八匹布料 说我和婆母的身份水涨船高 要做些新衣服才行 我推辞不过 只能收下了 却偷偷给她丫鬟塞了银两 夜里 南风依然早早吹了蜡烛搂着我入睡 许是今天累着了 我反而睡不着 南风察觉到了 摸着黑坐起来给我揉腿 娘子 今天累着了吧 还好 娘和小豆子跑前跑后的才叫累 她揉得很仔细 连带着肩膀也给我按了按 然后摸上我的肚子 有些发愁 娘子 你的肚子格外大 我有些担心 没事 说明咱们孩子健康 可孩子太大不好生 你怕是要吃苦头了 她叹息一声 我舍不得娘子吃苦 我心肩一颤 握住了她的手 相公 你放心吧 村头的王稳婆给人接生二十多年了 我已经跟她说好了 到时候让她给我接生 南风嗡了一声 有些沉闷 南风考上进士后 先前冷落她的官员 又开始与她攀交情 她并非小肚鸡肠之人 也不想落个孤傲的名声 所以该付的宴也都去了 端蒂就是一个态度公正 一日立部尚书邀请她去家里做客 碰巧内阁学士张大人带着女儿也去了 有传闻称 张家小姐对南风一见钟情 在见识过她的才学后更是对她另眼相看 后来很多人都在传两人暗生情愫 只等在电视中拔得头筹后 娶平妻呢 对此南风很是气愤 晚上睡觉都拧着眉头 我劝她把闲话当成耳旁风 不要理会 免得影响半个月后的电视 她嘴上说者全听我的 扭头就在礼部侍郎的生辰宴上挑了个嘴碎的同僚 席间滔滔不绝地讲起与我的故事 她说 此生为我而已 不娶平妻也不耐窃 若有为此言天打雷劈 死后没人收尸 不得转世 要多惨就有多惨 此事一传十时传百 不到两日就在京城传开了 人人称颂南风 有情有义 不被乱花迷眼 是个真男人 结果她是高兴了 张家小姐却气得不轻 有人听张府的丫鬟说 张灵欲抱着枕头 哭了两天两夜 大骂卢南风不是东西 还说她家娘子就是个狐狸精转世 南风一听这话 又急了 什么狐狸精转世 我家娘子是福星 是仙女 好了 相公 你别说了 我被她扫得满脸通红 过几日就是电视了 你快给我安生些吧 南风沉遮脸抱住我 娘子 我一定努力让你做状元娘子 我扑斥一笑 好 电视的前一天 齐桓请我和南风去侯府做客 我已身子重围有婉拒了 帮南风打点好就送她出了门 日落黄昏 夕阳将门前的桃花树染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 我坐在院子里 双目微合 感受着小风拂面 说不出的安心 不多时 小豆子跑来了 说外面有人找我 他扶着我来到院门口 我看见一顶轿子停在那里 抬轿的小厮开口 夫人 张学士有请 张学士 内阁学士张大人 我淡淡一笑 朝小豆子使了个眼色 他很机灵 没有多话 只是扶我上了轿子 婶婶快要临盆了 你们抬轿注意点 别太颠簸 他可是尽是娘子 出不得闪失 小豆子年岁不大 可他这一番言辞下来 几个抬轿人倒也不敢怠慢 小爷放心 我们还要这身皮呢 暮色一点点吞噬着黄昏 下轿时外面已经昏暗一片 有个丫鬟在门口候着 搀扶着我走进了学士府 她把我带到了正堂 上了茶点 让我稍作片刻 我也不急 就这么静静地候着 不多时 张灵欲走了进来 还是初见时的那副高傲的模样 我垂眸撇着茶墨 淡淡道 张小姐把我叫来有何贵干 张灵欲审笑一声 你们夫妻俩真是好样的 变着法地羞辱我 我无奈 我和南风都很忙 没工夫搭理你 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你 之前那些谣言 是你让人传出去的吧 她脸色一变 我抬眸 轻轻一笑 你这么做 到底是想给我找不痛快 还是当真看上南风了 她挑眉 你很在乎 不在乎 那你问什么 随口一问 你急什么 她气得不轻 小脸胀得通红 狐狸精 别以为你有几分姿色就了不起 你再美也不过是个香叶村妇 等卢南风考上状怨哪里还看得上你 那看来是后者了 我叹息一声 张小姐 我劝你收收心思吧 就算没有我 南风也不会看上你的 我的男人品味如何 我最是清楚 你再说一次 我不搭理他 很快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灵欲 听说 你把卢南风的妻子请来了 你又是在闹哪样 张明峰大步走了进来 身上还穿着藏青色的官服 我放下茶杯 端坐着 平静地看着他 直到他也看向了我 我方才笑着开口 张大人 好久不见张明峰双目圆睁 一副活见鬼的表情 张灵欲还未察觉出异常 走到他身边撒起娇来 爹 你想想办法 女儿非卢南风不嫁 谁料张明峰直接甩开了她 大步走到我跟前跪了下来 微臣参见朝夕公主 我垂眸 看她跪拜在脚下 久久没有接话 我不出生 她自然也不敢起 就这么跪着 张灵欲呆若目击 什么公主 朝夕公主 不是死了吗 我轻笑一声 不再难为她 张大人不必多礼 起来吧 张明峰起身 额上渗出了一层薄汗 公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不是已经 张大人 我现在是卢南风的夫人 街头巷尾都称呼我一生林娘子 我顿了顿 意味深长地说 对了 刚才是谁说非卢南风不嫁来着 这是要上赶着给驸马做平妻吗 张明峰浑身一震 怎么回事 她一个乡野村妇 怎么就成公主了 爹 她一定是假的 你被她给骗了 住口 还不快给公主赔罪 我没有罪 凭什么 啪的一声脆响 张灵欲被自家父亲狠狠甩了一个耳光 她被打猛了 眼泪哗哗往下流 爹 你居然打我 张明峰脸色铁青 直接按着她跪在了地上 朝夕公主是陛下和惠贵妃的女儿 我看着她长大 怎么会认错 张灵欲如遭雷轰 颤抖着看向了我 我平静地摸着肚子 淡淡道 张小姐 刚才的问题 你有答案了吗 我是朝夕公主 当今陛下和惠贵妃的女儿 父皇天宠我 母妃疼爱我 可在外面 我却并不受欢迎 其他公主和皇子都躲着我 只因我母妃出身低微 母妃曾是江南一家绣房的绣娘 手艺巧夺天宫 一幅刺绣价值千金 父皇下江南时对她一见倾心 不顾一切把她带回了皇宫 后来母妃的位分连连晋升 不到两年就被封为了贵妃 因此朝臣不满 后宫不宁 闹了好一阵子 五年前 母妃因病去世 父皇忧思过度 生了一场重病 我想去探望她 却被人拦在了殿外 公主 您长得太像贵妃娘娘了 陛下看见您又要伤心了 这段日子您就待在宫里 别露面了吧 后来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寝宫 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外出 就连宫里的各种宴会 我也找理由拒绝出席 一躲就是几年 三年多前的一天 父皇突然来找我 说给我安排了一门亲事 对方是定远侯家的世子 齐桓 无论是家世还是相貌 她都是最适合的人选 可我却不愿意 我又没见过她 不了解她 何谈喜欢 汐儿 这门婚事是你母妃生前替你求来的 你不可辜负她的心意啊 时隔两年 父皇提起母妃时仍然满目哀愁 母妃的离去好像屈不散的阴云 笼罩着她 也笼罩着我 我气不成声 点头应下了这门亲事 定亲前 我请求父皇让我出宫一趟 我想去青云寺祈福 缅怀母妃 父皇同意了 安排了一队人马送我出宫 谁知我们在驿站的第一晚就遭人伏击 带来的侍卫全被杀死 我和贴身侍女韶儿躲进牛车的稻草堆里才躲过一劫 可杀手并没有善罢甘休 仍然在追查我的踪迹 韶儿看出他们的目标是我 于是主动换上了我的衣服 公主 你就躲在这里 哪里都不要去 我去引开他们 我哭着拉住她的手 韶儿 你别走 我知道她一旦离开 唯有死路一条 韶儿浅浅一笑 公主 当初我后母要把我卖去青楼 是你救了我 若不是你我早就死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待我亲如姐妹 这份恩情我永远也还不清 现在有人要害你 我必须站在你前面 就算是死 我也是高兴的 说完她就离开了 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后来我在山里躲了两天 就沿着山路想要找回官道 不曾想路上遇到了土匪 为了保住清白 我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再次醒来时 我已经在卢家村了 当晚 张明峰让人把我送回了家 刚一下轿子 守在门口的南峰就过来扶我 他看上去很焦急 一双好看的长眉牢牢锁着 娘子 张大人请你去府里做什么? 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 我不禁失笑 我一个有孕之人 他们能对我做什么? 那张小姐没为难你吧? 没有 南峰将信将疑 可看我安然无恙 倒也没那么焦虑了 这时 小豆子冒了出来 婶婶 你可算回来了 你再晚回来片刻 南峰叔就要杀到学士府去了 南峰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他嘻嘻笑着跑开了 我用帕子擦了擦他额脚的汗 笑道 相公 我饿了 他忙扶着我往里走 娘给你煲了汤 还小火围着呢 四日电视 我很早就起了 目送着南峰出门后 我让小豆子去铺里帮忙 自己就坐在院子的桃花树下 仰头望着远处出神 四月的天总是好的 天空湛蓝 浮云变换着各种形态 微风拂面 暖暖凉凉的 说不上的感觉 我躺在贵妃椅上 眯眼看着蓝天 不知不觉就有了困意 这一睡就是大半天 娘子 你怎么睡在这里了 着凉了可如何是好 耳边传来了南峰的声音 越来越清晰 我睁开眼 看着她俊朗的容颜 淡淡一笑 相公 考得如何 她蹲在我身边 将我的手贴在了脸上 结果尚未可知 不过她唇角一扬 为夫定不会让娘子失望的 三日后 电视放榜 我目送南峰离开后 告诉小豆子我要出门一趟 若是南峰回来问起 就说我晚点回来 小豆子应下后 我便坐着轿子去了定远侯府 齐桓看见我很是惊讶 问我为何没有去看榜 我的目光越过她 落在了侯府的匾额上 不由得思绪万千 很小的时候 我曾来过这里 母妃与侯夫人的关系很好 所以才会给我定下这门亲事 只不过时光荏苒 早已经误事人非 我回过神来 淡淡道 世子 我许久未见侯夫人了 带我去见见吧 她愣住了 林娘子 你究竟我还有点是要劳烦她 何事 我平静地吐出了两个字 进宫 那年离宫时 我不会想到 再次见到父皇 会是三年后的事情 她两鬓的白发多了 眼角的皱纹也深了 看见我的那一刻 她仿佛还在梦里 直到身边的李公公提醒 她这才回过了神 陛下 真的是朝夕公主 朝夕公主回来了 李公公看着我长大 如今我死而复生 她也高兴地不能自已 朝夕 父皇正正地看着我 一步步向我走来 朝夕 真的是你吗 那一刻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只是苦等女儿多年的慈父 我鼻头一酸 气不成声 父皇 是我 对不起 她抚摸着我的脸 看着我耳垂上的红质 欣喜地说道 是朝夕 是我的朝夕 你真的还活着 不过 当她看见我滚圆的肚子时 眼中燃起了熊熊烈火 这孩子是哪个灯徒子的 我破涕微笑 您前几日不是刚刚见过吗? 后来我与父皇说起了这三年来发生的事 也从他口中得知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 当年 他们在破庙里找到了一具烧得血肉模糊的尸体 从身形和穿着来看无疑就是我 起初父皇还不信 派人不停地找我 可找了两年都无果 她也就放弃了 汐儿 你既然没死 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呀? 我听出了她话里的埋怨 父皇 您应该已经知道是谁想杀我了吧? 她神色一致 我笑了笑 是皇后 对吧? 汐儿 你怎么会 端敏公主喜欢齐桓的事 人尽皆知 我早不出事 晚不出事 天天在和齐桓定清前出事 若说其中没有皇后的手笔 我可不信 我耸了耸肩 皇后最是疼爱端敏 为了让她嫁给心上人 杀我一个不受宠的公主 又算得了什么? 胡说 你是我最疼爱的女儿 谁敢说你不受宠 母妃死后 您都不来看我 那些既恨母妃的人都来欺辱我 人人都能踩我一脚 您这是在疼爱我吗? 我是为了保护你呀 可我还是被人所害 差点死在宫外 若不是韶儿拼命护我 烧死在破庙里的人就是我了 我哽咽着 气息都粗重了许多 父皇 您明知皇后对我诸多刁难 端你时常来找我麻烦 可您却选择视而不见 为什么? 因为皇后的哥哥是镇南将军 而您还需要他来守江山 至于我为何不回来 我扑斥一笑 眼泪随之而下 我活着回来又能如何 迟早会死在皇后手里 既如此 我不如在外面自由自在地活着 何必回到这龙坛虎穴 父皇脸色铁青 颤抖地说不出话来 公主 您冤枉陛下了 李公公都快哭了 当年朝中势力均衡 本不该镇南将军一家独大 可十年前镇北将军的独子战死沙场 他的姨父子流落在外 镇北将军不得不放下兵权 四处找寻孙儿 也是从那时起 镇南将军麾下兵力扩张 皇后娘娘做事愈发没有底线 陛下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出过让步 可是在您和惠贵妃的事情上却从未懈怠 这些年来 他为了保护你们付出了多少 奴才都看在眼里 您千不该万不该责怪陛下呀 我微微一愣 没想到这背后还有这么多事 李公公扑通一跪 声泪俱下 公主 当初陛下以为您死了 悲痛不已 生了一场大病 头发都白了一半 您可知这三年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我心头一颤 看向了父皇 却见他眼中有泪光涌动 神色说不出的哀伤 父皇 我 希儿 是父皇的错 父皇没有保护好你 你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我挖得一声哭了 扶着一旁的小鸡在他面前跪了下来 气不成声 是女儿不孝 让父皇担心了 他连忙将我扶起 傻孩子 你还大着肚子 不能下跪 当晚 父皇召见了南风 谁知南风没有及时进宫 理由是 娘子丢了 回来传话的人说他急得到处乱转 一边哭一边挨家挨户地找娘子 父皇听了又气又笑 当日他在朝堂上侃侃而谈 在我面前也毫无惧色 我还当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结果这会儿找不到娘子就哭鼻子 真丢人 李公公笑盈盈地说 陛下 驸马对公主痴心一片 您应该高兴才是啊 父皇冷哼一声 什么驸马 他配吗? 他可是心科状元 状元又怎么样? 在我心里 照样配不上希儿 当年 要不是希儿坠牙 这等好事也落不到她的头上 父皇吹胡子瞪眼 捎带着我 也训斥了一番 臭丫头 才认识几日 就嫁给她 你可是公主 我抿嘴一笑 摸了摸肚子 父皇 她是顶好的男子 若是重来一次 我还要嫁她 父皇顿时就没了脾气 夜里 南风被父皇派去的人塞进马车里强行带进了宫 她焦虑了一路 直到看见了我 方才安心 娘子 你怎么进宫了? 让我好找 她红遮眼睛要来抱我 却被李公公拦住了 父 父 状元爷 这可是公主 南风愣住了 公主 李公公笑咪咪地说 是公主 陛下的朝夕公主 遗落在外快四年了 今儿个可算是回家了 南风身子一晃 呆若目击 父皇从帘子后走了出来 一脸嫌弃地看着她 什么玩意儿?怎么考上的状元? 我称怪地看了父皇一眼 朝南风伸出了一只手 相公 你过来 我告诉你实情 南风听完了事情的经过 谋色深沉 许久没有说话 我轻声问 相公 你生我气了 父皇冷不叮说 他敢 我皱眉 父皇 您别说话 父皇翻了个白眼 南风叹息一声 轻轻抚上我的脸 眼眶微红 多了极许委屈 娘子 你是公主 千金之躯 却跟着我吃了那么多年苦 我心里不忍 只想着如何补偿你 我扑痴一笑 你和娘待我那么好 哪里让我吃过半点苦 这三年我过得很幸福 娘子 你为何不早点说明 我也好早点送你回宫与陛下相认 因为我鸣起了嘴 宫中之事 我不想太早让他知道 免得他忧心忡忡 父皇美好气地说 还不是因为你 他看上你了 想在宫外与你逍遥 连镇这个父亲都不要了 你真真是可恨 南风大惊 忙不迭地跪下 陛下恕罪 若早知如此 南风定然不敢 不敢什么 父皇挑眉 不敢娶她 南风摇头 一字一顿道 南风对娘子一见钟情 自然还想娶她 只不过会等到金榜提名 配得上她后再来求娶 父皇看她眼神真挚 不卑不亢 脸色也缓和了下来 淡淡道 你可知 汐儿为何现在才肯与朕相认 南风看了我一眼 浅浅一笑 娘子不想让人觉得我名不副实 依靠公主上位 所以才在殿氏放榜这日进宫面上 恢复身份 娘子如此为我着想 我真是既感动又惭愧 听听 说得多好听 父皇撇了撇嘴 起来吧 别跪着了 南风这才敢起身 李公公看到气氛缓和 这才说道 陛下 壮远当真是有福之人哪 怎么说 当初壮远为救齐家二公子掉进洪水里 却又活着回来 还考上了戒缘 此乃有福 而后他们进京 公主被那亡缘外欺负 齐家大公子相救 这便是有了福报 如今她刚刚当上壮远 同日又成了驸马 这可不是顶有福气的人吗? 父皇点了点头 却又神色一领 你倒是提醒朕了 说把她大手一挥冷冷道 传下去 王缘外胆敢冒犯公主 罪不可恕 罚她家产充公 三代以内发配北境苦寒之地 永世不得回京 李公公连忙硬了下来 当晚 我没有听父皇的话留下 而是和南风一起离开了皇宫 理由很简单 我不想再做朝夕公主了 不想生活在厚厚的宫墙里 不想被皇后和其他人冷眼相待 不想南风辛辛苦苦考上状元 却被人传出靠妻子上位 朝夕公主已经死了 那就彻彻底底地死去吧 我选择让侯夫人偷偷将我送进宫 也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我还活着 至于张大人和他女儿 得了我的旨意 自然不敢妄言 父皇起初是不愿意的 他想把我留在宫里 亲眼看着外孙出生 我却说皇后眼线众多 宫里还不如外面安全 毕竟侯夫人因为我的事既恨上了皇后 不让齐桓娶端敏公主 现在端敏公主年过二十还未出嫁 皇后心里指不定怎么恨我 父皇只是叹气 默许了我的决定 临走前他询问南风想要什么官职 南风只是淡然一笑 一切都依陛下的 夜里南风搂着我靠在床上 感叹今日发生了太多事 恍然若梦 我笑着捏了把他的脸 相公 疼吗? 疼 那就不是做梦 他用力抱住我 朦胧的月光笼罩着他的眉眼 容不化他眼底浓浓的情思 娘子 李公公说得对 嗯 我真是个有福之人 而这福气都是娘子给的 隔天宫里就派人传来了旨意 风心科状元卢南风围从六品汉林院修传 并赐了一座京城的大宅 南风跪下街址时 双眸璀璨如星 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 激动之情将素日的平静冲散 整个人显得意气风发 几日后 我们搬去了新家 早知道新家大 不曾想这么大 父皇还安排了管家和丫鬟 就连看门的护卫都是从皇宫里调来的 还有各种家居摆上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以英俱全 婆母不知小内中关系 一边感念陛下龙恩 一边拉折小豆子 四处乱转 南风扶着我 坐在池塘边的长椅上 我摸着肚子 看着满池莲花开得绚烂 唇角止不住地上扬 相公 嗯 等到了月份 我们下去挖莲藕好不好 南风蹲在我身边 拿起我的手轻轻一吻 眸光似水 笑容浅全 好 都听娘子的 翻外 怀胎十月 我生下了一双儿女 父皇披风带雨地赶来时 孩子已经咕咕落地 一带帝王 却抱着两个孩子哭得气不成声 南风顾不上去看孩子 跪在床边紧紧握着我的手 眼眶通红 喉结上下滚动 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我扯出一抹笑 声音沙哑 相公 龙凤成响 你真是有福之人 福气都是娘子给的 南风还是落了泪 将我的手贴在脸上 悄悄吸着鼻子 娘子 我们以后再也不生了 再也不受这罪了 你刚才那么疼 我生怕你挺不过来 呸呸呸 胡说什么 父皇走了过来 将孩子塞进了南风怀里 看看 一双儿女 龙凤成响 你啊你 真是好福气 南风看着英海粉嘟嘟的脸蛋 唾涕为笑 孩子满月时 家中设满月宴 邀请的多为南风在汉林院的同僚 还有官场上与他交好的官员 定远侯邪夫人和两位公子也来了 喉夫人抱着我儿子欢喜得不行 拉着我一个劲地叮嘱 齐桓和齐轩与南风相聊甚欢 一边逗他怀里的小丫头 一边夸他漂亮 倒是冷落了定远侯 干巴巴地坐在那里吃酒 两个孩子一个也没抱上 小豆子跑出来的时候 定远侯突然眉头一皱 招手把他换了过来 拉着他上下打量 小豆子以为自己犯错了 不知所措地向我看来 我走过去问 侯爷 他 定远侯打断了我的话 公主 这孩子是哪来的 是我和南风在乞丐堆里捡的 哦 那他从何处流落到京城 还是说他从未离开过京城 小豆子说他有记忆以来就在南方的村庄生活 后来闹了水患 他才辗转来到了京城 被我们遇见时才刚来了几天 这孩子长得和他真像啊 啊 我愣了愣 您说的是谁 定远侯一拍大腿 镇北将军 长得像镇北将军 公主 这孩子可能是镇北将军丢了的孙子啊 隔天小豆子就被人带走了 没过多久父皇派人来传话 说小豆子果真是镇北将军儿子的一父子 是十年前流落在外的孙子 我和南风都很惊讶 没想到我们从乞丐堆里随手捡回来的小资竟然有那么大的来头 镇北将军听闻此事 亲自来到府邸对我和南风表示感谢 我记得这位老将军 他战功赫赫 父皇的一半江山都是他打下来的 可他两个儿子皆战死沙场 留他孤苦一人 他这才放下手中兵权 带着夫人四处找寻流落在外的孙子 此刻他的孙子失而复得 他内心的喜悦和感激 易于言表 那一刻 我庆幸带回了小豆子 庆幸帮他找回了家人 后来镇北将军带着几员大将重返军中 夺回了属于他的兵权 再后来镇南将军买卖官职的事被揭发 皇后私下谋害嫔妃和皇子的事也败露 前者被流放 后者被关进了冷宫 处理完这些事 父皇迫不及待地宣布了我还活着的消息 朝夕公主回来了 新科状元变驸马 一双儿女的身份也水涨船高 事情流传了出去 人人都说卢南风是个顶有福气的人 唯有南风不以为然 美玉逢迎总是一本正经地说 有福气的是我家娘子 我家娘子是福星 是仙女 我是指氏 氏